因为一句请国手吃饭 小S被大陆网友贴上台独标签 一夜痛失千万代言 8月2号大陆网友发现 小S公开在IG账号上留言写下 要请所有国手到家里吃饭 消息一出立刻被出征 手上的代言品牌也纷纷跟进 立刻发表声明解除合约 就连大女儿Allie的两个合作 也被品牌以合约到齐为由 迅速切割干净 远喜妈妈真的很替你感到骄傲 然后希望你再回来的路程 一切平安胜利 然后妈妈已经准备好 你最爱的炖猪脚 还有鸡汤 等到你一回到家 我看到你第一眼 我就会立刻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拥抱 然后立刻把那个炖得很烂的猪脚 塞进你嘴里 有网友分析 小S并不只是单纯的在IG发文 帮选手加油 而是刻意针对两岸大战的比赛发文集气 才会戳到中国大陆网友的地雷区 哎呀以前我爷奶还讲山东话的时候 我都没好好学 我也是我也超想念我爸的山东腔 你爸也不是山东人 我爸是江苏徐州人 他的那个腔调就跟山东腔调很像 肖牙 肖牙 对 哎那你 我是虎伯 虎伯伯狐 走一回呀 尽管过去小S不止一次在节目中谈到自己的主题 奶奶离世时也曾发文明确的提到长辈是山东人 也算是间接的表明自己的立场 去年疫情爆发初期更是第一时间捐赠口罩给最严峻的武汉 种种的表示累积起来 在奥运比赛的敏感时期 终究还是抵挡不过一具国手的威力 在从花花万物因为疫情停步后 代言就成为小S的主要收入来源 有消息指出小S在中国大陆的代言费大约是800万台币 一夜同时四个代言加上大女儿的两个合约终止 损失至少3000万台币 不止小S帮中华队加油被扣上台独的帽子 亚洲天后蔡依林7月30号在微博转发人民日报的贴文 公开祝贺马龙成功未免奥运桌球男单金牌 却也还是因为在脸书转发了一则戴资影金牌战赛后感言 被大批网友出征 就连张惠妹的经纪人陈真川也疑似因为帮好友小S发声 社群账号直接被消失 奥运场上选手们的比赛还没结束 场下的艺人一个个被放大被检讨 中华队选手们纷纷在IG上晒出志玲姐姐的鼓励小礼物 难道林志玲会因此打破林复平的形象 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吗